今集同大家更新個突發消息 司警局在7點半接到消防局電話 就說在澳門假霸落提督街的一個大廈後樓梯 有個女人懷疑吊頸自殺 就要求司警派人員去處理 而司警人員到場之後進行初步調查 死者是用一條白色電線綁在樓梯消防後的喉管上刁頸 經過對死者進行檢查的傷勢符合刁頸 所造成沒有任何可疑傷痕 死者的媽媽表示死者生前患有末期疾病 在今日早上大約7點 她媽媽就發現死者不在房間 找了一段時間後 在大廈後樓梯就發現她是做這個動作 所以即時打電話報警求助 而在死者的書櫃櫃櫃發現到一封遺書 死者姓張呂成年齡44歲澳門居民 案件就列了做屍體肺炎案 這個個案就說她有一個末期疾病 選擇在後樓梯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最後都呼籲大家 多點關心身邊的親人朋友 如果發現他們有這些看不開的跡象的話 記得給多點時間陪一陪他們 或者多點關心他們 如果自己有些什麼看不開的話 盡量找人幫手 因為每次其實這些案件很慘的 過了那段時間就不會有這些念頭的了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邊留個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